很不错 其安于法杖加沙虫炮 双虫掩成攻击 还有我这飘逸灵动的走位 真是满满的安全感 小弟你这个安不安全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这笨来笨去 很容易把物我给带死了 你看看这一口火球下来 还带着一堆怪物 在我旁边直接给我敲死了 那大黄凤 你直接骑在小飞鼠身上 就算旁边有怪 也是先攻击你的小飞鼠啊 做自己需要和你利用起来 没错没错 大黄凤动动脑子啊 不要脑子里都是烤土豆啊 我再跑近一点 再召唤一个我的好兄弟 怎么我的兄弟刚召唤出来 这黑龙就飞了 小师弟你当心 这个黑龙张得血痕大口 就朝你冲过去了 哎不是 你怎么还能掉上我个啊 怎么会马上一口给我吞了呀 哈哈你看 这就是灵动走位的作用 怕追不上我 只能回头给你来一口了 你别跟个木桩子一样 就处在那边呢 动起来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挡风的嘴可能是反应最快的 但是手跟不上脑子发出的指令 不可能吧 我感觉我反应还挺快的 哎不对 说着说着 这龙呢 你快回来 我要证明我自己 你赶紧过来 龙又飞远了 好像遁地了 看不见在我的视野里 黑龙到中心点去了 赶紧 这段时间应该可以 直接把他秒杀了 吃我急安于法杖 再召唤出我的好兄弟 上手为军团打他 哇呀 这个周围小怪怎么那么多 要不是我蹦蹦跳跳 估计已经被弄死好几次了 还剩最后一点血了 我先跑了 小师弟 到你标言的时刻了 不急 我再扔两个虚空果 切换成沙虫泡 是我最后 哎 水手那么快 这边我可没有拿到献献啊 小师弟 是不是你自己吃了都不知道呀 小师弟 我们都准备好了 可以召唤第三条龙了 已经召唤出来了 我先跑一步 大师兄 当风当心 特别是当风 你赶紧动一动 别沉木头人了 知道了知道了 放心 近战法师永不退缩 我有那个斗 不退缩是不退缩 这王爷怎么直接跑到我脸上 分地去的 喂喂喂 你快出来 我们再打过 这个混龙黑龙 怎么一直追着我跑啊 我也没打过他呀 有一种可能性 大师兄气质火麒麟 他想吃麒麟肉就跟着跑了 这条混龙黑龙 怎么跟走地龙一样啊 这一直贴近地面 飞都飞不起来嘛 不飞起来是好事啊 飞起来还不一定好打呢 你脑袋里又是装土豆了吗 终于到中间了 吃我吉安玉法杖 不对啊 越看越不对劲 这个龙只喷一个火球嘛 另外两条龙可都是三个嘛 小师弟 你在那边挥舞什么呢 离得那么远 双毛估计打不到他呢 不是更好吗 再召唤一个兄弟出来 哇妈呀 这个地上怎么那么多召唤台 小师弟你当心 你旁边有好几个 这召唤流氓弓箭手出来 还真烦人 这个机制是不可避免的 等等 我过来帮你们拆掉这些召唤台 还剩五分之一的血量了 加把油直接把它灭了 小师弟 你往回跑一点 好像拉怪拉太远了 我当风这里看不到这个黑龙 更加打不到啊 是的是的 小师弟你跑回来一点呗 我先冲上去给他一毛 看看有没有伤害 哎呀 刚到他脸上 又被他吐出来的火球 直接送走了 龙朝着我们冲过来了 小师弟你当心点 他又回头找你去了 放心 我这里一直是第三视角看着呢 就我这灵活的走位 最后一击好了 星星到手 现在我有286个星星了 哇 好项目 那么多个星星 好想分一点 东风 这个星星又不是吃的 怎么分 东西都拿好整理完了吧 走 我们赶紧回去空岛上 看看神圣树长大了没 大师兄 东风 你们先回去 我之后就把 哎 这棵树还是动都没动 比我们之前生长的速度慢多了 好像是的 我们出发打黑龙的时候 它就这么高 回来还是这么高 是怎么回事啊 有可能是没有水的缘故 或者周围没有亮光 它不长呢 东风 神圣树是不需要水也可以生长的 亮光的话也不大可能 我们之前种植的地方 在火山平台上 周围也没有什么亮光 不是照样生长吗